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正在收集全岛看护者的反馈与建议 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需求 从而推出支持方案 应对职业倦怠等其他心理问题 育有六名孩童的朱维塔 小儿子在六年前被诊断出患上自闭症 作为看护人 他希望从更多的渠道获得相关知识 协助缓和孩子的情绪 新协力推出的试点计划将提供针对性支持 协助看护人在不同情况下照料亲属 试点计划已经走入六个地区 当局希望扩大事情范围 但面对义工短缺等挑战 政府承诺在这方面更多的支持 为看护提供帮助 政府将走入更多邻里 召集社会服务机构和企业 扩大支援网络 有所在计划 在这方面的计划 你 是 谢谢大家